大家好,这期视频我想阐述一下我的一个观点 这观点我之前就已经有了 所以今天想起来说一下 我经常说知处知处知人 经常说五毛自干五 其实他们之间的概念还是适当有点区别的 五毛自干五 其实这两类人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哪一类人更让我觉得厌恶的话 其实是自干五 因为五毛我们都知道 五毛里面有些人是拿钱做事情而已 其实他内心并不一定会认同土共的价值观 他只是拿钱办事 有很多人在国内就是五毛 突然他肉身脱脂以后 他就不是五毛了 他立马就不说话了 他就不再捍卫了 这样的人也是有很多的 他的身体和他的心智做的不一样的事情 心口不一 所以五毛其实有很多五毛 他内心是比自干五要清楚得很 他虽然就像喂猪一样的 一边喂猪一边知道猪的情况 他一边给这些自干五喂料 他自己喂过的料自己都觉得恶心 就像人给猪喂食一样的 人不吃那个食给猪吃而已 所以很多自干五毛 他心里心如明镜 他只是打一份工 拿一份钱而已 虽然说也很罪恶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助纣为虐 是吧 也很罪恶 但是罪恶到骨子里的 罪恶到灵魂深处的是那些自干五 自带干粮的五毛 你们又没有钱 你们又没有什么利益 骨子里就是那样子的贱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 中国进步的障碍 中国进步的障碍 的主要障碍 其实不是来自于五毛 五毛通常是墙头草两边倒的 哪个政权上去的 哪个掌握了权力 他就帮谁说话而已 他们只是狗而已 我说了 中国四大国处 猪狗驴区 五毛某种程度上 狗都不如 因为狗是很忠诚的 养过狗的人都知道 狗对第一个主人 永远是很忠诚的 即便他换了主人 如果当第一个主人 第二个主人 第三个主人 同时在喊这条狗 狗一定是去第一个主人那里的 他永远对第一个主人忠诚 但是中国狗就不是了 他完全是看哪个主人权力大 哪个主人权力大 哪个主人跟牛逼一样 他在靠哪个主人 狗都不如 他没有狗那么忠诚 所以五毛其实只是 墙头草两边倒的东西 说句最透彻的话 哪天政权变了 墙头成头变换大王旗 五毛马上会转 不转的人 反而是那些自干五 自干五 智商低 而且脾气大 这些人才是中国进步的障碍 他们是土壤 有很多人说共产党 是一切的根源 其实不是 土壤才是 就像一棵树长歪了 一棵树才结不出果子 看起来是树的问题 不是 土壤有问题 你把土换掉 所以共产党能滋养的这么壮大 一方面也是 国际势力的滋养 美国的扶持 是国际势力 是西方世界扶持了共产党 所以川普政府就在反思 这么几十年了 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了 物质文明提升了 精神文明就跟着国际接轨 其实没有 他们错了 美国都在系统的反思 自己的对华援助的一些政策 所以一方面土共的成长 是来自于国际 一开始土共成长 是苏联的扶持 对吧 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于国际 一方面也是来自于国内 国内就是它的土壤 本土的土壤 所以五毛并不是土壤 五毛只是工具 而自干五才是土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自干五 才是问题的根本 这就是我为什么 总是左一个枝又一个枝 我说的枝 其实指的是自干五 自干五还不是指五毛 因为任何工具 任何政党 任何政党或者任何政权 都有帮他说话的传声筒 这些人都是五毛 五毛或者五元 都有这样的人 是吧 但是并不是任何政权 都有这么多 这么多数量庞大的自干五 中国的民族主义 这种虽远必诸 战狼情绪 这就是自干五 一方面他们是信息闭塞 只能看抖音 只能看朋友圈 另一方面是 有很多人翻墙了 已经翻墙了 已经可以看 接触自由世界的东西 它依然是自干五 它们骨子里就是 就是一个孽畜 而且这种自干五 并不只是中国大陆有 台湾也有 台支 港支 港人也有 马来支 都有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自干五 像美国这种地方 华人 多的是人 多的是自干五 他们不是五毛 他们有那颗 又红又专的心 我觉得在海外的朋友们 必须和这些人切割 必须和这些人切割 能精神切割 精神切割 能肉体切割 肉体切割 总之切割 要和他们切割 我觉得这些人 连累了 整个华人的声誉 连累了华人 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 是因为你们 连累了华人的 良好形象 搞得Chinese China 这个词 变得总是那么 不是那么好 必须和这些人 做完全的切割 才行 不但是连累了华人形象 也连累了亚裔的形象 所以这些支干五 是人类进步的 最大绊脚石 是人类进步的 是人类进步的 做了华人 没错 这些人 尽快 有点 要